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台北股市今天开盘 那开盘要做赢 要做对 好 那怎么做 第一个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不去预设立场 就是说金融市场 照着你自己该做的方式去做 也就是说针对每天 不管是个股或指数 就四个标准动作 这四个动作叫做买 卖 空 补 好 当你可以确定 你每一天你要出手 你很清楚你要做买 你要做卖 或者是你要做空跟补 那就OK了 好 那整体上该怎么看 第一件事不受外力干扰 就是说你已经笃定好了 国际股市是个多方 那你就站在正向思考 如果说国际股市是偏弱的 那你针对台股那就保守 这是跟各位做个分析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来 从这里 这个是昨天美国到穷工业指数 来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做观察 各位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昨天一天 长几天 美股到穷 我们先看到穷的部分 那么美股呢 收在26773点 这是昨天开盘 然后就震荡就走高 那中场收在26773 第一个不受外力干扰 第二个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叫效率 假设你是在操作到穷工业指数 那你怎么办呢 不受外力干扰 把复杂变简单 买卖空补 好 所以大家告诉你就是要买 为什么要买呢 好 帮我一个忙 把它放大左侧 这里就可以了 来 各位请看 他在美国时间的早上10点08分 这支 他爆出最大的一个交易量 那么这个交易量产生之后 你要赶快去看他的交易价格 这个交易价格就停在这里 叫26652点 接下来 接下来在爆出交易量之后 你赶快看他的价格 价格产生了 你只要跟我说 有破这条算吗 不 不 就看中场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我会讲 来 看全部 看全图 我知道各位你一定要问我什么 那他在Nestate 我会跟你说Nestate好不好 你怕什么 好 来 所以他告诉你 我就是个多头 这个多头 那他要涨到什么时候 那可是这个中美贸易 我只问你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 你只要回答我 上证是要做多做空 你不要浪费时间 你就觉得是多 我们昨天在 在友台的节目 我们不提到吗 上证他正式已经翻多了 为什么 第一个MACD转正 第二个站上多空军线 那不叫做多吗 好 回过来我们看道琼 道琼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多头 那么就是在持续 你说问我怎么看 我说他会陆续 我也不知道历史新高在哪里 以这个结构他会持续创新高 为什么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来 各位请看 这是过去五天 这是昨天一天 对不对 好 你看过去五天 过去五天分别是从 9月26到10月2号 它的关键在哪里 它关键在9月28 在9月28 对 9月28这个叫勇 又来一次了 再来一次 你不信邪也没办法 什么叫勇 勇就是说 反正我是川普 对不对 我是个狂人 对不对 然后怎样 我就跟大陆杠上了 然后呢 我就是要走多头 那你拿我怎么样 大陆更狠 为什么上升方红 你不要小看他 各位昨天也没有看到 南海 美国驱逐舰 他怎么给他撞来 大陆上升也是正向 你就继续拆好了 我没有意见 好 来 这个叫勇 勇就是说我要杆你的空单 我就是要杆你空单 就抱在这里 又来一次 好 所以这为什么 在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国际股市 这里一定是空 一般的操作者 一定会在这里空 空你就撞去了 一天两天一天 各位问我 可是道琼是涨 Nestay没有涨 Nestay还是涨 Nestay也是涨 对 这是纳斯达克 昨天跌0.47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跌了37点 报在7999点 对不对 对 这个叫纳斯达克 这是过去 过去今年从元旦以来 到今天 这就是纳斯达克 来 独立思考 不受干扰 你继续乱猜 我没有意见 第一个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那我怎么样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好 我就把这一整年 2018年 那么从元旦到今天为止 我先看 最大交易量发生在什么时候 最大交易量发生在6月22号 那么当时呢 当时呢 这个交易价格在7692点 它在7692 也就是说 元旦开始 大家刚好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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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来到了6月22号 碰 一支成交量来 好 成交量来之后 它在7692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里放大就好 这里 再打 停 好 来 一样 是不是守不住7692 对 然后站上7692 有没有 有 这创什么 这不是右空吗 标准 不然 这个不是右空 不然这叫沙多吗 右空之后 突破对不对 再来一次 有没有 在这 你在加空嘛 创新高 创新高你说它会跌 它不会跌 为什么 来 这里叫7986 不要动 来 给我看一拍 昨天收在7999点 也就是说 Next day 今天 除非 它跌13点 今天 今天 如果它今天跌13点 它会落入整理 纳斯达克 就是说 它会成为7692 到7986的整理结构 如果相对的 它不跌这13点 那Next day 今天还是个右空格局 除非它破7986 所以我们看全图 Next day 昨晚收在7999点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国际股市 叫你这样说 叫你这样说 来 我们看 是个多 道雄是多 Next day也是多 好 我们看一下上证好了 我们把时间回到昨天 昨天11月2号 来 上证指数 来 我们看一下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上证指数 那么上证指数呢 从今年以来一路破底 一路破底 那么今年以来 你该怎么做 你第一个 你要给它一条多空均线 那么这个多空均线 你给它之后 然后你就把它复杂的事变简单 那就有了效率了 当人家叫你去扫底 你就不扫 好不好 你怎么扫 扫底到最后就去扫地 一路破底 那你问我现在怎么看 就四个动作叫做 一号买 二号卖 三号空 四号补 好 所以我们先从上证 稍待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来 一 二 三 四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先确定 先确定现在的位置 现在的位置呢 我告诉你 我看到的就是 这一条叫多空均线 那么呢 目前呢 它站上多空均线 MACD转正 这个叫做 一 就叫做买 好 你说为什么 各位看着它 第一个 在均线以下叫空方 那空方市场 MACD转正 MACD转正 你还不要买 你不要买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空 你就是空 补 空 补 每一次MACD转正 如果在均线以下 你就是半坑平仓 半坑平仓 半坑平仓 你永远不会被杀多 好 所以这个四 有没有 这里叫平 那一 这里叫买 以上正来看 这个多头 你要站在买方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就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更简单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加权指数 对不对 那就这样子看 就看 第一个 它今天有没有能力站上这一条多空均线 如果可以站上多空均线 以加权指数为例 那么今天你要站在多方 没有办法站上 那你就暂时先不冲动 你说为什么 来看上跟下 一样四个标准动作 一买 二卖 三空 四补 所以我们先看 我们稍待再来看 及时的 第一个 10月1号 10月1号 这个锅 叫41234 请问有没有错 我一番 1号买 2号卖 3号空 4号补 那你接下来就做对的动作就好 好 请问该怎么做 好 4叫做补 你要补空 这是加权指数 1叫卖 你要买进 2叫卖 当你买了你要卖 3这个位置叫空 3次发生在昨天 4这个位置叫补 补了之后 因为为什么要补 因为MHT转正 它没有占上 多空均线 可是MHT转正 那你就平 平你就等 等什么 第一个 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一个叫1 一个叫4 什么叫1 好 如果加权指数 占上多空均线 它会往下 它会往下移 那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要盯着看 它只要站上这个多空均线 MHT可以维持正向 那就是1 那反之 它没有办法站上多空均线 MHT往下 那就是4 要继续空 所以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然后呢 你也不用管它 你也不用去猜 台北股市 今天小结算 现在是要怎么 你不要差别了 第一个 多头市场 你就做多 我说一遍 多头市场做多 空头市场 你就站在空均 你就半均 你最起码 你不会被杀多 你不会被加空 好 回过头来 我还没讲完 那么这个叫趋势指标 那反转指标不同 反转指标 现阶段 你是要正向站在多方 那我怎么做 所以 你如果要做趋势指标的 你要有两个户头 你要分开 一个是依照PSY 我们的标准操作 我都会发简讯 那你如果要另外 依照趋势指标操作的 你要有第二个户头 利用第二个户头 去做评价 那我们先进一段 广告后 我们回过来来看 针对台北股市 来 目前10885 那现在是要怎么 两分钟后 马上向你做最新的报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PSY高涨不空 P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营 战斗营 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堂琴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精准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 2578 3000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PSY高涨不空 也才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营 战斗营 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将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跟你分手 不 不要 我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鸡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除了会员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研究报告 一定要讲清楚 我感觉你今天多空都会贏 你知道吗 多空都会贏 好来我们先看 昨天研究报告的第一图 那么第一图上图 上图是指出了行径 那底下就是一般的MACD 就4123 一脉 二脉 三空 四步 对不对 好 再看下图 第二图 第二图一样 那样长得一模一样 对 可是我把PSY放在这里 这个叫PSY 这叫MACD 所以加上PSY怎么样 你可以拉大你的操作迹象 PSY-50多单进场 PSY-50空单进场 就这样子 临轴平仓 好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这是昨天 昨天10月2号 PSY来到-50 那-50该怎么做 就做多啊 那-50我现在没赢了 你就不要理他 来举例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把这里放大就好 其他都不要理他 对对对 再大一点点可以吗 好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发生在9月初 对不对 那么PSY跌到-50 然后停喔 不要动 这个-50的点什么在这里 然后呢 他还整理了将近一整 一天 不要插入了 但你是在坚持什么 他一定会回来临 我说一遍 他不可能慢慢往右边走 就维持这个这样 慢慢的走 这里是郑五十 郑五十一定会到 你不用理他 好来 昨天到副五十停停停停停 我告诉你 他不可能不回到临 好不好 他不回到临 我父亲 没可能的事 你不用拆 你说他一定会大涨吗 不大涨也会回来临 所以你不用担心 PSY本身 他已经内建了停力跟停损机制 什么是停力跟停损 临走就是停力临损 临走就是停力临损 所以你不用担心 欢迎一定会回来临 回来临 那个是我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就一定要通知你 那只要有郑五十 康你就留伤 副五十多 你就给他留伤 你敢不够轻伤 你就照着这个节奏来就好了 回过头来 来看一下 即时的 帮我一个忙 来 放大这一块就好 这个叫MACD 不要动 好 来 停 MACD呢 很多朋友也会问 我一并做说明 MACD就是一个柱状体 向上向下 然后有两条 EMA1、EMA2在那边交叉 对不对 你别拆味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我说一次 你今天看任何节目 是把简单的事变复杂 那也不错 那就要分析 OK吗 你可以从最基本 慢慢去了解 我没有说不好 可是金融市场 你今天即时在才会数 你不需要这么复杂 那是已经收完盘了 你没有再操作了 那你慢慢去分析 从最基本去了解到 EMA跟MA的差异在哪里 跟SMA 对不对 它的差异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平滑音质 你可以慢慢去学 可是你怎么在交易 你有时间去说那些东西 你不要浪费时间好吗 你就赢就好了 没什么要怎么做 我就跟你说你通通会赢 来放 这是即时的 你还做不贏我没办法 你管它什么差 它的交叉跟柱状体 是一模一样的 不要再问我了 独立思考 你也独立思考一下 你几岁人 你要成年人才可以买卖股票 操作指数吧 才可以开户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稍微自己独立思考一下好吗 柱状体向上就叫代表它是转正向 好 来 它是不是在这里 MACD转负 慢慢往右边走 慢慢慢慢慢慢地走 一直走过去 这是10月2号嘛 对不对 今天1号 今天10月3号 慢慢走再走再走 走到最后 走到现在这1秒钟 好你告诉我 MACD是正向还是负向 往上面一点点 医疗法度又起5点 就大了 好小的名 你听好吗 他只要 来来 这个是不是正 这个多空这些是什么在这里 你等一 我哪知道录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自己观察 站上去了 你就乐观一点 好不好 站不上去 你也不要太 你不要太激动 站不上去 除非MACD转负 那你当然 该出手就出手啊 如果MACD没有转负之前 两个一正一负 你都不能做动作 你就要干什么 那你就看电视啊 喝茶吃大饼啊 放得轻松的啊 想睡觉就睡觉 就这样子而已啊 没有啦 两个都同向 股价 股价 包括股价都一样 股价或指数 举例 来我们看一下美股 这是昨天的研究报告 来举例 美国股市从这里到这里 对不对 好那你怎么做 你把这MACD转负 好 你把这放股 这转正 你这笔输了 这笔就输 你会输 这MACD由正转负 对不对 你把他放股 那一呢 这空这平常 这笔是不是输 好 这个输 这个赢 这个赢 那总共四笔交易 赢两次 输两次 你的成功率是50% 虽然你的绩效是正的 你的成功率是50% 请问你会用这个MACD吗 你不会 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MACD的准确度 来到几乎 几乎 非常的高 好 那你就这么做 多头市场 你就做买个卖 做买卖 一买 二卖 一买 二卖 那空头市场呢 叫做三空四笔 三空四笔 好 这一条叫多空均线 在多空均线之上 你就只做一买二卖 一买二卖 除非怎么样 它跌落这条均线 那你不就不能一买二卖呢 你就只做三空四笔 三空四笔 之上 不受外力干扰 不受外力干扰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怎么样简单 就一买二卖 一买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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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最简单了 不然比这个更简单的 勾票也好 鸡手也好 你可以这么做啊 再回过头来 来 现在加权指数10901 那么台子期报价跌一点 整体上我的看法 台积店涨五毛钱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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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不懂 所以就看这里好不好 我不做分析的 你看看就可以了 来 一万减九百 啊 死了啦 今天 今天最初来看着它 你只要看最大交易量就好了 看 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加权指数 所以 所以 0950 好 10950 今天看涨 今天看涨 为什么看涨 来 各位请看 因为你就看了 这交易量的排列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看加权指数 第一个 那你要站在 你是庄家的立场 你要站在你是庄家 你是庄家呢 那你希望能够通杀 你希望能够通杀 你要怎么通杀 你把大家做最多的地方 让他们全部变成0 那你就通杀了 那你从这个角度 独立思考去观察 今天 家权指数怎么收 他怎么收盘 收在什么位置区 庄家的授益会最大 这样就好了 你站在庄家角度 他今天怎么收盘 我要管你今天的企业 对不对 反正我收盘 我只要通杀60万张好了 通 一样嘛 每一周平均嘛 通杀 被归零 大概60万口 一天喔 所以你要自己做评价 你就不要插入你知道吗 你就照着四个标准动作 那搭配PSY 30分PSY目前是-50 有到-50 不是现在-50 有到-50 所以你要正向 那么来到临轴 我会通知你 反过来讲 你要操作趋势指标的 提供你 你可以利用MACD做操作 那这个部分所有的会员 我也会带你做 那我会 如果你的简讯收到 请使用第二户头好不好 我会利用这个模式 另外发简讯通知你 那你要两个户头 你如果没有两个户头不能做 好不好 因为它会跟PSY 会形成对冲 为什么 因为PSY会在这边空 会在这边空 你知道吗 在这边空 在这个区间空 不一样 做法不同 所以欢迎各位捎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 来看一下 那么我会提供你 行动手机版本的PSY 那我另外 另外 我会利用MACD趋势指标 带您做操作 可是你要开第二个户头 感谢大家 祝福所有朋友 大家平安 身体健康 谢谢你 拜拜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只知晓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电风采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解答 坎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针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播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几飞万点 够旺发财 TSY高涨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营 战斗营 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针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播 02 2578 3000 2578 3000 2000 22号那位先生 好 这位人力资源訪查员 要拜訪您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訪問嗎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訪查 是有原因的 我有了解多少人就业实验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啊 受訪資料 我们都绝对保密